宜蘭花蓮一整天就是在下雨 尤其花東地區下不停 到了下午雖然停了 但是還是會出現短暫震雨 氣象局持續發布北部 東北部大雨特報 原鄉地區尤其是宜蘭大同鄉 南澳鄉以及花蓮的新城 秀林 壽豐鄉明後天持續會下大雨 明後天由於封面通過的關係 所以在東半部地區 還有外島的蘭嶼綠島 也要防範有局部性的大雨 由於受到華南隕隕區東移的影響 各地的天氣不穩定 因為水氣增加 所以下雨時間也會比較長 會一直下到週三 週四隨著新一波大陸冷氣團報導之後 空氣開始轉乾 週三這一天雨量是開始 慢慢的會有減緩的趨勢 但是在此同時 在北部還有東北部地區 還是屬於比較濕冷的情形 那週四之後 由於北方的乾空氣 逐漸的南下 所以週四這一天呢 將會逐漸轉成比較乾冷 比較屬於高山的地方 也有可能會有降雪的情形 那沿海空曠地區呢 在週三 週四 週五呢 可能會出現只有 設置十一 十二度的低溫 十六號封面通過 將帶來更多的水氣 幾乎全臺都有雨 北部東北部雨勢比較大 氣象局也提醒中南部要注意的是 日夜溫差比較大 早出晚歸要記得添加一物 記者海南 宣傳五六台北市採訪報導 旅行 下午三 十二度的水氣 下午三 十二度的水氣